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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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系列 他先會用心 去感受所要繪畫的主題或對象 之後 以其心 跟主題對象 去產生一種對話 共鳴 然後他去抓住瞬間 所得到的精髓 然後從而 利用這上那間的美感 以及融合他自身美學的造詣及素養 跟筆墨精神 去創作一幅 全新的繪畫 就是我說的 一心去造景 一切唯心造 巴黎聖母院 凱旋門 以及賽納河畔 等不同的主題 場景 重新的重組跟鋪排 所以彷彿讓觀者 跨越的時間空間的制約 有有其中 這一幅印象巴黎 是我2012年底 在巴黎 舉行各展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所畫的 我們曉得巴黎是一個非常浪漫 也可以說是幾世文明的 藝術跟時尚之都 所有學美術的人都 至少醫生都想去巴黎走一趟 看看 就體驗一下 那麼這張畫呢 我把巴黎幾個重要景點都畫進來 組合起來 像艾菲鐵塔 當然是巴黎的地標 還有聖母院 那當然還有蒙馬特 我還畫了那個蒙馬特上面 那個聖心的教堂 這幾乎遊客都必須到了 當然巴黎還有羅浮公園 澳塞美術館 這都是重要的美術館 所以我把這些印象都組合 它是組合式的把它組成一張奏品 那其中塞納河畔我也畫進去 塞納河畔聯合國還列入文化遺產 所以整體來講 這張畫是整個對巴黎的 一個綜合性的一個印象的 一個表現